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凡尔登绞肉机最长的战役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著名战役 凡尔登战役 这个战役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 听起来就让人不含而立 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名字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历史谜团 凡尔登战役发生在1916年2月到12月之间 历时将近一年 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战役 德军和法军在凡尔登这个小小的法国城市展开了惨烈的对决 德军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消耗法军的兵力和资源迫使法国屈服 德军总参谋长冯·凡尔肯海英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他们的目标是让法国流进最后一地血 凡尔登战役的战场环境极其恶劣 战壕 泥泞 炮火和毒气弥漫 士兵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无数个日夜 你可以想象一下 士兵们在战壕里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 还要忍受饥饿 寒冷和疾病 更糟糕的是 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 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简直就是地狱般的景象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法国将军亨利·菲利普被当的 他在法尔登战役中担任法军指挥官 后来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被当将军有一句名言 他们不会通过 ILSN EPSERAPA 这句话成为了法军的战斗口号 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被当将军还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战术 比如轮换部队 让士兵们有机会休息和恢复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 法尔登战役的结果是 法军成功地守住了法尔登 但代价是惨重的 双方共计约有70万人伤亡 其中包括30万阵亡士兵 可以说 法尔登战役 不仅是军事史上的一场惨烈战役 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巨大悲剧 总结一下 法尔登战役 之所以被称为法尔登绞肉机 不仅是因为它的惨烈程度 和巨大的伤亡数字 更是因为它象征着战争的无情和残酷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 也更加珍惜和平地来之不易 谢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劳伦斯 阿拉伯的传奇 当然 谈到托马斯 爱德华 劳伦斯 Thomas Edward Lawrence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阿拉伯的劳伦斯 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 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 劳伦斯不仅是一个考古学家 军官 间谍 还是一位作家 他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和冒险 首先 劳伦斯的传奇 始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阿拉伯半岛冒险 他被派往中东 协助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英国人穿着阿拉伯长袍 骑着骆驼 带领一群阿拉伯游击队员在沙漠中穿梭 这画面简直像是从1001夜里走出来的 劳伦斯的战术非常独特 他擅长使用游击战术 袭击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和补给线 这种战术不仅有效 而且极具戏剧性 劳伦斯自己也承认 他的很多行动都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 吸引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可以说 他不仅是个战士 还是个天才的宣传家 有趣的是 劳伦斯的形象在当时的媒体中被极度美化 甚至有点神话的意味 英国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 几乎是个现代版的罗宾汉 劳伦斯自己也在他的自传 《智慧的七著》 《七 pillars of wisdom》中 刻意塑造了一个浪漫而神秘的自我形象 不过 劳伦斯本人其实对这种过度的关注感到非常不安 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 选择隐姓埋名 过上了低调的上火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劳伦斯在战争结束后 曾经加入英国皇家空军RF 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加入 而是用了一个假名约翰 休姆斯 John Hume Ross 然而 他的身份很快被揭穿 不得不离开空军 后来 他又以另一个假名托马斯 爱德华 肖 Thomas Edward Shaw 重新加入 这种行为 简直像是间谍小说中的情节 但对于劳伦斯来说 这可能只是他生活中的日常 总的来说 劳伦斯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不仅在军事上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还通过他的写作和个人魅力 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 他的生活和经历告诉我们 有时候 现实比小说更离奇 更令人着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坦克初登场 改变战场的钢铁巨兽 当我们谈到坦克这种钢铁巨兽 初次登场时 这故事可真是既惊险又滑稽 让我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的战场上 士兵们还在用马匹和步枪 突然间 这些庞然大物 就像从科幻小说里走出来一样 轰隆隆地出现在战壕前 坦克的诞生 其实是源于一个非常实际的需求 如何突破敌人的防线 当时的战壕战术 让双方陷入了僵局 无论是德军还是协约国 都在泥泞的战壕里苦苦挣扎 于是 英国人灵机一动 决定造出一种能够横扫战壕 无视机枪火力的机器 这就是坦克的起源 1916年9月15日 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 首次使用了坦克 这些早期的坦克被称为Mark I 看起来就像是巨大的金属盒子 还有一对像毛毛虫一样的履带 当时的士兵们 看到这些庞然大物时 简直是目瞪口袋 德军士兵甚至以为 这是某种新型的移动堡垒 吓得魂飞魄散 然而 这些早期的坦克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它们速度慢得像乌龟 最高时速只有6公里 而且经常会在泥泞中陷入困境 更有趣的是 这些坦克内部的环境 简直是地狱般的存在 想象一下 几个士兵挤在一个狭小的金属盒子里 里面充满了引擎的轰鸣声 和浓浓的烟雾 还有高温和震动 这些早期的坦克兵们 可真是勇敢 或者说是疯狂 尽管如此 坦克的出现 还是给战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它们能够轻松地跨越战壕 碾压铁丝网 让步兵得以跟随其后 突破敌人的防线 这种新型武器的出现 让战争的形态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趣的是 坦克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颇具戏剧性 为了保密 英国人在研发这种新武器时 给它取了一个代号 水箱 TANK 假装这是用来运送水的设备 结果这个名字 就这么流传下来 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坦克 总的来说 坦克的出自登场 虽然有些笨拙和滑稽 但它无疑是战争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起 坦克不断进化 成为现代战争中 不可或缺的钢铁巨兽 这些庞然大物 不仅改变了战场的面貌 也深刻影响了军事战略 和技术的发展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彩内容 从凡尔登绞肉机的惨烈 到阿拉伯的传奇 再到坦克的初次登场 这些故事 不仅让我们了解到 战争的残酷与复杂 也让我们感受到 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光辉 在这段历史中 凡尔登战役 象征着战争的无情 劳伦斯则是一位 在动荡中闪耀的文化偶像 而坦克的诞生 则彻底改变了战场的景象 每一个故事背后 都隐藏着无数的人物和事件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在战争中的勇敢与悲壮 但更多的是 提醒我们珍惜和平 追求理解与包容 毕竟 历史是我们的老师 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历史事件 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有没有自己 想要分享的故事 欢迎提问 让我们一起在这段历史的旅程中 继续探索与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